第79届联合国大会总辩论24号在美国纽约市的联合国总部登场 本届议程笼罩在战争冲突扩大 全球更趋两极化的影响之下 如何为进行中的乌克兰加萨和苏丹战士找出和平方案成为焦点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已抵达美国 计划连大期间寻求欧美国家支持反攻俄罗斯境内军事设施 以色列近来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通讯器材炸弹攻击和空袭 黎巴嫩总理米卡提已取消联大行程 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尚未确认是否前往 如果出席可能面临支持巴勒斯坦的会员国代表集体离席的窘境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近来拟推改革 以因应发展中国家长期要求提高在安理会的参与度 美国驻联大使汤马斯·格林菲德先前表示 美国支持安理会改革方案 包括常任理事国增加一个非洲国家永久席位 会员国选举的非常任理事国增加开发庄小型岛国的席位 相关改革必须见诸文字 启动联合国宪章修正案 不过安理会任何变革必须由美国 英国 法国 俄罗斯和中国 五个常任理事国全数同意才能进行 本届俄罗斯总统普廷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将缺席 由外长代打 目前各方未见共事 中央社通知报道 中央社通知报道